航空室保养品生计观光园区正式在嘉义大林开幕 融合神话故事打造出欧式庄园 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 各个景点除了精致以外 也融合许多他们的理念和小巧思 那我们的创办人希望呢 每一位职业妇女 就像我们可能上班啊 回家照顾小孩来这边可以放松心情 像白雾娘娘她这个白雾会出来 然后雅典娜的幸运神兽是猫头鹰代表的智慧 她希望呢每一个人来这边能够放松心情之外呢 能够把智慧啊美丽啊都带回家 那每一个呢就像礼物盒一样 希望每一个女人来这边能够享用独立的空间 那我们礼拜六礼拜日我们魔术表演都会在这个地方 未来会有像一些艺术的表演会在这边展演 那这也是我们的日月进尺 我们整点呢譬如说一点两点就是九点开始 然后都会展演十五分钟 那下面呢十一点五十九分 是永保年轻青春永住 不要超过十二点这样子 生计观光园区的核心理念是永续发展 除了和嘉一在地的小农合作以外 园区内的商品也使用可回收包材 以及海洋友善成分 内部餐厅强调大自然和草本元素 园区内也提供了DIY首周课程的体验 在材料上选择使用环保颜料 在各种细节上都响应了环保理念 那未来我们的第二期展期是在这个地方 会有那个水跟农在这里 结合嘉义的小农 前来参观的民众都对建筑物和园区内的景点表示称赞 但也反映在园区内空间上的安排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做改善 建筑物感觉上很漂亮 环境觉得很清幽很漂亮 那又是新的景点 所以我们就想说来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土地面积是够 但是有一点空旷 能够再增加一些亲子的活动的东西 可能会对你们会比较好 目前生技观光源区还在市营运阶段 原方也努力改善民众反应的意见 此外他们也表示未来也会继续落实永续发展的理念 除了达到节能率化的目标 也会投资在地生产线 持续创造就业机会 并与地方团体合作 保养在地文化以及特色农产 推广保养美学在地化 从政医保张杰宜 郑明云嘉义大林报导 而是加入党会 Rao 保养美学在地面走 从政医保护 保养美学在地原 Св